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要是住在南加州 那非常欢迎 而且是极力的呼吁你来参加 4月6号礼拜四晚上6点钟 在Chino的学区 就是Chin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他们会将举行一次校董会的会议 为什么要让大家说 一定要来参加这次校董会的会议呢 校董会的会议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这一次的校董会会议里面 他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个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加州的一个法案 叫AB1314 这个AB1314这个法案是支持家长教育的权利 这个法案立法是要说什么呢 说如果孩子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 他认为就是我自己的性别 与出生性别不同的时候 比如说我 好了 我就是认为我是男的了 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法案 他就会要求学校必须要告知家长 说你们家的孩子现在认为他的性别 与出生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家长必须有权利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如果呢 出现以下其他行为的时候 这个法案也要求学校必须要通知到家长 什么情况呢 说如果这个孩子呀 他在学校里面 他参加这种分性别的体育运动了 比如说男生跟女生 男生去那个跑一千五 女生去跑什么什么 这样的时候分性别的体育活动 还有运动的时候呢 包括像参加运动队还有比赛 以及使用这个卫生间 淋浴间还有更衣室的时候 如果小孩他要参加的 都是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反的这样地方 比如说男孩 他要去女孩的卫生间 淋浴间还有更衣室 参加女孩的运动队还有比赛的时候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法案要求学校一定要告知家长 所以再次的呼吁你来参加 我们也都会去嘛 对不对 一定要去啊 这个是我们local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呼吁你来参加 4月6号晚上6点钟 预留出时间来 在Chino的学区 这个地址我们打在屏幕上 在下面的留言区你也可以找到 呼吁你一定要来参加 让校董会的成员能够赞成 支持这样家长教育权利的法案 好 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 因为也是你这个在周末的时候 有看到一些我们现在身边 真真实实存在的真实的情况 那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父母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小孩的教育 那这些父母并不是说年纪大的 都跟你年纪差不多大嘛 基本上就是我这个年纪的父母 那星期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我太太的朋友的小孩的生日派对 那大家如果认识我的话就会知道 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跟别人small talk的一个人 我非常懒得交朋友 这是我必须克服的一件事情 请大家帮我祷告 那我在旁边就是带我两个女儿玩 然后就有一个爸爸跑过来跟我聊天 然后就说什么 听说你之后会搬回Arcadia 对不对 我也住这个地方 我们以后小孩可能有可能是同学 然后我就跟他说 不可能 我绝对会homeschool我的小孩 然后他就说 那你上班怎么办 你要怎么抽时间来 然后公立学校不好吗 Arcadia还有成绩这么好 我就跟他说 我们每天在这边报的新闻内容 什么变态性教育 三岁就开始洗脑小孩 性别错乱 学校开放性别的更衣室 不让父母知道这些内容 他听完了之后吓了一跳 然后开始就想要结束这个话题 因为他觉得说 我就是一个右派的共和党的基督徒 是个阴谋论的神经病 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发生在他们小孩身上 各位可以去问问看 教会里面的父母 就是年轻的那些什么ABC的父母 什么是六色彩虹旗 很多的人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不在乎 认为说那是人权 那是进步 特别是加州这个地方 而且有非常多的父母认为说 这些事情离我们非常的远 绝对不会在自己的家里面发生 其实这些事情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 就像你跟这个爸爸已经讲了说 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 然后他的这个反应 居然是觉得你在讲政治 对 我觉得这个反应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人好像就是 对政治的这个概念是有所误解 就现在是你小孩的教育 然后而且你已经明明给他做了一个example 就是说我不会让我的小孩去上学 因为学校里面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在家教育 那他不想要继续深入的了解 说这些事情到底在发生什么 或者是他自己上网查一查或者什么 反而他会觉得说 这个话题他是害怕吗 所以他选择逃避 就是很多父母觉得说 我们不要讨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怎么可能会在我们身边发生 这都是你们的右派的阴谋论 起人忧天 不要一天到晚那么神经病好不好 但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学校发生 这不就是掩耳盗铃的事情吗 如果说要是大家想要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Arcadia的高中去 那你最起码想要了解 在这个高中发生过一个什么事情 有一个西语义的家长 他的女儿还几年前到五六年前 自杀了 就是Arcadia高中的学生 为什么自杀了 因为那个孩子 他开始就是有一些变性的这种想法 学校没有告诉家长 而且学校怂恿这个孩子去做这些东西 到最后这个孩子就自杀了呀 这个是在Arcadia高中发生的事情了 我们其实可以来找一下这个家长 来把他请到我们的节目上面 来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包括你也是Arcadia高中的学生 对他就上高中可能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 对 但是呢就是在那个时候 你知道高中里都在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看上Arcadia高中多好 那个时候黑帮有多少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的 而且我们小时候就看到有这些问题 就像那时候就是有什么 我记得就是有同性恋的同学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变性人的同学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闹得这么大而已 然后人数比例也没有这么多 对 然后那时候学校也没有说我们要鼓励这件事情 大家看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很奇怪 就只是这个样 会不会跟他们做朋友 其实大家都还是玩在一起 因为什么都从香港来的 都从台湾来的 都从中国大陆来的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不会有太多这样的 但现在各位要搞清楚的是 是学校在鼓励这个样子的事情 政府在鼓励这个样子的事情 而且鼓励就算了 他们不要让家长知道 他们觉得说你的小孩应该是属于学校的 我们在上次在校董会的这个会议里面 非常的清楚 那个校长走出来就说 你们这些父母什么都不懂 你们这些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们这些父母就是应该听我们这些专家的就好 我们这些专家我们读过人类学 我们读过心理学 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要来服务你的小孩 你在这边抗议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这些专家会比你了解你的小孩少吗 对不对 我才知道你的小孩需要什么 你的小孩需要变性 需要自由 需要没有你 他们想要把父母从孩子的生命中去除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很多父母不知道 很多父母绝对没有在发生 很多父母觉得说 我很照顾我的小孩啊 我带他们去上这么多补习班 对不对 我每次出去玩带他们出去玩 我带他们去迪士尼乐园 我带他们去环球影城 我到哪里都带着 我创造多少好的回忆啊 对不对 我就是有在带他们啊 但是你没有在乎他们的教育 但是你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学习 你没有带着他们长大 你的所有东西 所有的这个 全部都交给学校 在教会里面也常发生 对不对 父母一到教会了 就开始跟战顾六婆在那边聊天 小孩在那边跑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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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学上面学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然后主日学老师在讲什么 家长也不知道 也不在乎 觉得说只要放在教会里就不会有事 但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教会是有问题的 很多教会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不在乎这些东西的话 很多父母不在乎 很多ABC的父母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六色彩虹其实是什么 很多他们觉得说 就算有也没关系 我们应该要包容 我们应该要接受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是 那反而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啊 比较年长的父母 他们是非常在乎这些教育的 而且他们知道 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 因为他们有看新闻 他们也有很多人 也有看我们的节目 对吧 那很多这些年长的父母呢 他们的小孩 比我们两个年纪都大了 但是他们还是依旧 非常非常在乎教育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 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他们知道这不是阴谋论 这不是假的 或者他们是看到身边的人 有很多人的家里面 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像我们之前去校董会 有一个粉色头发的那个阿嬷 她跟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她就说 我就是拼了老命 我也得去参加 这些校董会的会议 我拼了老命 我也得跟这些人说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不管年纪多大 我要荣耀神 我要把该说的事情说出来 而且 我就算最后一口气 我也要为了我 孙子以后生活的这个世界 还有生活的这个环境 我要为他们来奋斗 而且说真的 为什么这些人会在意 因为 已经发生在他们小孩身上了 我们接到了不止一个人的email 他们是 小孩已经决定要变性了 然后跟他们断绝关系 孙子已经变性 然后跟他们断绝关系 已经开始打荷尔蒙了 已经开始去做这些事情了 然后他们才看到说 原来这些东西是真的 他们才知道说 原来这些新闻上面讲的东西 不是 Ethan跟Felicia在这边 每天胡扯 在这边吓大家的 他们知道 他们看到了 我这个年纪有的小孩 他们就是很小很小 两三岁四五岁这个样子 他们觉得没事啊 对不对 那个政府有免费的 叫什么 那个教育 多好啊 我就不用付钱了 而且之前还说 加州现在要开UPK 对吧 就是从三岁开始 你上学就完全免费 有多少人觉得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全部搬来加州 好棒哦 但是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他说 那个时候就开始 性教育你的小孩 那个时候就开始阉割你的小孩 然后这些父母看到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们的小孩已经开始变性了 已经开始跟他们越来越不亲了 他们所有东西已经不懂了 然后他们开始跟你说 你什么都不懂 你看得懂英文吗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你学过人类学吗 你学过心理学吗 你学过什么东西吗 Gender这个课程 我们在学校 我们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 他们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 才开始祷告 才开始要来读圣经 才开始说 天哪 神的话是很重要的 才开始注意新闻 才开始说 这个是生活 因为已经在我生活当中发生了 这个不是政治 我们真的要等到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之后 才会有行动吗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 老一辈的父母 变成这个样子了 非常非常糟 非常非常可悲 而且他们在信上 跟我们怎么讲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除了就是接受他们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说 我要怎么跟他们应对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们说话 只要一讲什么东西 一跟他们讲圣经 他们就找一堆的理由 跟我说 你那个什么东西 你那个信仰 你那个老旧 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再让这样子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 有太多的父母 如果你现在不在乎的话 你的小孩之后就会变得 跟他们的小孩一样 我们这个年纪的父母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差不多年纪的话 三四十岁的这个父母的话 你要开始注意 你要开始哄诉 你要开始做 你能做的事情 来守护你的小孩 而且如果要是说 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如果你要发现 你身边有这样的父母 不管你年龄多大 你能够做的就是 要让他们知道 现在真的在发生什么 而且要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怎么去做 不要再让这些人的心 继续冷漠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很痛心的就是 这些父母听到这种事 但他们选择回避 他们的心很冷漠 他不觉得说 这孩子在这个环境里怎么样了 他们还是依旧认为说 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玩比较重要 去乐高乐园玩 我给的拍照片比较重要 去Universal Studio玩比较重要 他们依旧觉得这些事情 比孩子变性更加的重要 这是一个多虚荣的一个想法 他们把孩子当成一个拍照的道具 你的小孩是神给的礼物 不是你拍照的道具 不是只是你留下美好回忆 为了你自己的东西 你是有义务要来照顾小孩的 你是有义务要来在乎小孩的教育 小孩是神给你的礼物 你有义务要来栽培你这个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 不管你的小孩是什么两 但是它是你的义务 它是你的祝福 所以就是我们真的不要等到悲剧发生之后 才开始行动 现在这个事已经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赶快抓紧时间行动 所以鼓励你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父母 鼓励你 一定要跟神来祷告 知道下一步的行动要是什么 如果你还不是父母 或者是你的小孩已经比我们都还大了 那你也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想法 或者有些思维是蛮多的了 就是这种类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节目下面有几个留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加强学校的这个防护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这种人这个枪手啊 造成这个校园枪击案越来越多 那这些人呢他们通常都会把学校给选成一个犯案 这个作案去杀人的这样一个地点 因为他们知道在学校里面没有任何的警力 没有任何人可以有枪去对付这些枪手 所以这个就自然变成了枪手 去做这种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地点 那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留言呢 有几个留言朋友是怎么说的呢 那第一个留言他们说是 你们想过结果警力进校园反成了霸凌的主动者吗 这是我身处怀州的实力 就是在怀俄明州吧 他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你们是想要雇这个保镖啊 或者是什么警卫啊来保护学校的安全对吧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这个人他可能成为霸凌的主动者呢 他可能去做出一些 比如说那个伤害小孩啊 那个拿枪去扫射小孩啊 他有可能也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有完美的了 你说这个你雇了一个这个拿枪的人也好 是吧就是在学校门口是巡逻的这样一个保安 是配枪的这样一个保安 那你说这个保安有没有可能去杀人 那当然有可能啊 对吧 这个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嘛 但是你说这种 你看这个事情发生的比例 它是比校园枪奸要低很多很多的 就是你一个枪手冲进学校去随便乱杀人 比你这个学校本身的保安拿出枪来去杀小孩 这个比例是高得多的 所以你不可能说因为 有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 或者已经发生过 我们就完全拒绝说校园要这样的保护 那你像有很多人 吃饭的时候死在饭桌上啊 吃饭被噎死啊 被卡死啊 或者等等等等 这种事情发生也是有的 那你说大家会不会说 哎呀 哎呀 好可怕 吃饭会噎死人呢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吃饭 那还有一个朋友留言 他说这个看完 听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他觉得什么呢 说最根本要解决的方法 是这个世界上 不能有人受欺负逼迫 才有可能改变 但是很多人都想要欺负 霸凌奴役他人 学校家庭职场到处都是 那这些事情就只会一直发生而已 但是要想要根本的解决这些问题啊 就是根本都不可能了 除非人类都消失 那即使教师人员有配枪的话 也有可能是这个教师人员屠杀学生呢 那对啊 所以就说嘛 那你说这个你看新闻上有没有说 夫妻两个人 什么那个两口子 是吧 这个老公给这个老婆杀了 杀完之后还肢解 还煮了 煮完之后还把什么尸体 砌在墙里面 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所以你不可能阻止 说某一个人他不被邪恶支配 你是不可能阻止这样的事情 那你说除非人类都消失 这个 对这就是一个 有险的优生学的一个想法 就是那个说 有些人就是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我们就是应该可以杀掉 有些人跟他讲 这跟我们很多的 有一些观众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 就说 我们就是应该拿枪把左派全部杀死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觉得你有这个权利去杀死 其他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反而你是最危险的 其实这种想法是左派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所有说的都是 如果教室人员配枪 那他也有可能杀小孩啊 如果那个你雇了一个安保 这个安保也有可能杀小孩啊 如果什么 如果什么你知道这种如果什么 如果什么全部都是左派的 这种说话的方式 你如果去看那些所有的变性人 或者是什么什么这种LGBTQ的活动家 或者是那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黑命贵 他们所有说话全部都是 如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 那就像我们之前啊 去了那个加州大学 San Marcos分校 那你去了那个里面就跟大家讲说 那你对这个堕裁的事情怎么看 对吧 就一堆人跑出来 那如果怎么怎么样 如果这个小孩有残疾呢 如果这个女生被强奸了呢 如果他们咬不起这个小孩呢 如果什么什么 其实这些如果都是可以解决的 但他们就是不想解决 他们就一直讲说如果怎么样 那你说你到最后说来 你觉得小孩要不要保护吗 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小孩要不要保护吗 你就不用如果了 如果教室配强 他也可能杀人 那当然可能啊 但是这个比例绝对比 有一个人重进学校 就杀小孩 这个比例低的低了 对吧 所以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如果 真的去行动 因为你要知道 小孩就是要被保护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 有什么argu的地方嘛 那你说老师要是不配强 老师可不可以带刀啊 那你说这个 如果老师某一天 早上起床心情不好 揣了一把菜刀到包里 到了学校里面 看见一个小孩就砍一个小孩 看见一个小孩就砍一个小孩 那这个事就跟墙没关系了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如果明天彗星撞地球 你就别如果了 你这如果完了 咱今天咱就把那个世界末日 就今天到来就得了 所以就不用如果了 对不对 你不管怎么如果 你都可以如果出来 一大堆这个现实生活中 发生比例极低的事情 不能拿这个事情当成一个 我们只要看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好 有几个如果老师 带想去学校杀小孩了 有几个如果安保人员杀小孩了 还是说如果这个变态枪手 冲击学校里面杀小孩 哪一个比例比较高 对吧 所以不要再用这些如果 去变成我们 懦弱或者是选择 什么都不做的一个借口 没有如果 那还有一个这个留言 这个留言这个朋友说呢 说非常支持你们 并赞同你们的观点 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堕落了并抛弃了对神的信仰 所有的灾难都将发生 现在真的很害怕看新闻 坏消息总是不断 怎么办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样子的留言 我们已经看了不是第一次了 对这让我想到一个 罗马的诗人 尤维纳利斯 他说过一句话 Who guards the guardian OK 意思就是监管之人 谁来管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没办法确立监管人绝对的正直 而且只要有政府 或者是有老师 或者是警察 就不会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了 说穿了 我们甚至可以笃定 绝对会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会犯罪 我们都会为了自己的私欲 为了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野心 来去剥削其他的人 这个监管之人 谁管的这个问题 公元一世纪 OK 55 AD就出来了 一直以来都有答案 只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 我们不愿意去重视 甚至不愿意去相信 答案就是 神的律法跟基督的福音 神给了我们十条诫命 十条律法 只要每一个人都去执行 每一个人都依靠着 这神的十条诫命而活 就会创造出来一个 不需要警察 不需要政府 每一个人都可以和平的 自我约束的一个和平世界 但是这十条诫命 很多基督徒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多基督徒觉得是很无聊的 甚至有很多基督徒觉得说 自己都有遵守 这是个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除了不可杀人以外 其他我都有遵守 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会说 爱大于律法 或是神接受我们的全部 包括我们的罪 这个就是扭曲的爱 而且是扭曲了整本圣经在传达的东西 Who will guard their guardian 这个问题答案就是 神的律法 只有神的律法才可以管理每一个人 传福音一定要传完整的福音 不能只传那种半调子 讨好人虚伪的鼓励的福音 这个样子只会让人继续堕落 而且不断的啃食自己 还有涂害下一代而已 我们要认及事实 能拯救我们的不是教会 不是某个牧师 不是AI news 不是任何人 而是神的话 我们如果要改变世界的话 如果我们要拯救美国的话 现在我们输得很惨 现在我们整个加州的败坏 但是如果足够的父母起来 真的跟随神 真的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真的把爱 不是虚假的爱 放在教会里面的教导的话 20年之后 我们的小孩长大了 我们会得胜 我们会翻转我们的州 我们会来翻转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敌人 把他们的孩子都打掉了 屠杀他们的孩子 阉割他们的孩子 甚至阉割他们自己 统计学来讲 他们的人数会越变越少 而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保护我们的孩子 真正站起来当个基督徒 守护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心灵 未来基督的胜利是绝对的事情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如果我们让他们继续吸尿我们的孩子 未来我们的孩子的世界就会变得跟现在一样 他们也会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也六神无主 他们也气急败坏 他们也在虚假的爱中永远堕落 他们也没办法拯救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呢 本来杀人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被完全的解决 任何说可以完全解决的都是骗人 所以我们要如何面对 还有如何处理这些坏消息带来的消极 很多人说我看到这些新闻 那这现在的世界怎么变成这样啊 我好着急 我好害怕呀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如何处理这种情绪 其实仇敌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掳掠 还有毁坏 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世界人的身上 同时也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 你会被撒旦吓倒吗 你会被他正在做的事情 你会觉得害怕吗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就是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这些例子 这些完全不在乎孩子教育的 都是基督徒 你觉得这种事情让你感到害怕吗 你会发现真正明白真理的 而且是愿意为了真理站立的 愿意真正跟随主的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在基督徒里面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这个时候需要你做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需要你做的是 你要站起来 你要带动他们 你要喂养他们 你要为他们来祷告 你要给他们点火 你要让他们心里面燃起对耶稣的火热 头脑中充满着神的话语 这样他们可以起来 他们可以明白 他们脸上的帕子会被截掉 他们会愿意为了神的真理而征战 愿意为了灵魂得救而付上代价 在这个世界上面 丑恶的事情一直一直不断的发生 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不要被这些事情干扰 你也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我们要知道 丑恶的事情并不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发生而已 自从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 罪跟死就已经进入了世界 但是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有神特别的呼召 我们的眼目不是要定睛在这些丑恶的事情上面 而是要定睛在良善荣美的神的身上 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这里面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雅各书四章七节说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到十一节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勿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招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愿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很棒啊 非常encouraging啊 对 所以神真的用各样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所以你不要看到 魔鬼好怕好怕好怕 你已经得着了神 神已经得着了你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你需要害怕的 雅各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说 你们误要抵挡魔鬼 下一句说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我们只要抵挡他 你要先做出动作你要抵挡 你只要抵挡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 神没有说你抵挡 maybe他会离开你 或者是怎么样 他说只要你抵挡 他就一定会离开你逃跑 顺序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不要害怕他 你害怕他他就得胜 你只要抵挡他 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 所以呢 很多的人呢 心里面压着最重的担子 但是他充满了喜乐 你说这件事奇怪不奇怪呢 对不对 在许多人呢 在仇敌的逼迫还有攻击下面 他仍然能够得胜有余 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尊敬的 有很多的人身体破碎 但是仍然保持着完好的信心 你说这是不是让我们可以羡慕的 这样的见证何等的美好 所以我们被招要见证神啊 我们要做神的见证啊 在一切的这个黑暗失利的时候 压迫的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起来抵挡魔鬼 神应许我们 只要我们抵挡魔鬼 一定离开我们逃跑了 这个不是 一定离开我们逃跑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 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要得胜 我们就要起来抵抗 太多的人觉得说 我们抵抗有什么用 投票有什么用 我们干嘛要去参与这些东西 很多的人搞不清楚 政治跟神的爱到底是什么 同婚啊 变性人啊 犯罪啊 奸淫啊 这种全部都不是政治 全部都是律法 全部都是圣经里面讲的东西 不要把那些东西当成政治 你才可以这样子合理的去抵抗 那一说到这儿 我又感觉有个挺有意思的事 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最近我们会接受到一些 教会的来邀约 说要我们去教会里面分享 那当然这是很好的了 对吧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不光是我们自己有锻炼的时候 而且讲的这个信息 一定是与普通的主日会不太一样 会让大家听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信息吧 但是在这里呢 先跟各位教会来讲一下 如果说你要觉得说 我们还可以欢迎这个开放邀约 给不给讲原费 没有关系 我们不在乎 我们真的不在乎 这个有没有钱都没关系的 我们也不需要拿钱 但是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最好要建立在这个圣经的基础之上 去讨论一切的事情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是政治 那请告诉我们 你认为哪一个部分是政治 我们讨论一切都要在圣经基础之上来讨论 所以请各位的牧长呢 如果要是说大家有这个想法 说想要邀请我们去教会里面 来分享的话 那你要先看我们频道 我们平时讲的东西 你是否认同 如果你觉得我们是讲的是政治的话 然后我们再去讲 你又觉得说 哎呀会得罪到教友的话 那就不要来邀请我们 我知道有很多人说 你们两年前我想要给你们这个什么机会 我们要的不是机会 这个频道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依靠神 然后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有这个样子的这个订阅 然后每个月有这样子的这个奉献 可以来这个地方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帮助我包括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充满着感恩 我们充满着感激 不只是各位 还包括神 我们最感谢的就是神 每一天都在读神的话 都在做神的事工 这个是多么大的福分 这个是多少人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机会去做 其实说实话 我们真的不需要任何的舞台 我们不需要上台表演 我们也不需要说 哎呀有这样一个机会 让人看到说 哎呀看这年轻人多好 那个上教会去 那个演讲去了 我们不需要这些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信息是重要的 就是不用看出来 你是年轻人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如果讲的合我心意 我就给你介绍给更多其他的教会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个 我们也不需要赚这样一个奖元费 我们也不需要一个上舞台 让大家鼓掌这样的机会 我们不需要 如果要是各位这个教会呢 觉得我们讲的信息是重要的 你认为是现在的基督徒 有必要听的 然后作为牧者来讲 你的压力会非常大的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当然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得罪人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跟建造人 让人能够知道 在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这个也是神 让我们去做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大家呢 如果要是邀由我们的话 就不需要抱着一个可怜的态度 然后说给一个舞台 给一个机会等等等等 这样的态度 唯一就一件事 就是你觉得这个信息 是需要被人听到的 你经过祷告之后 你觉得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 需要我们去分享 这样的一个讯息 是普通在教会 不太能够听到的讯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欢迎你来跟我们邀约 奖元费 不需要 这个都不用 如果要是跟我们熟悉的目者 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如果你要是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我们也愿意过去分享 这都没有关系 欢迎来联络我们的这个Gmail 好 那在这里呢 再呼吁大家 再来呼吁大家一次 我们要show up 有很多的人show up 到这个学区的校董会的会议里面 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在乎的基督徒起来了 让那些 故意去让小孩变性 让他们搞不清楚 性别混淆的这些人 要让他们害怕 要让他们知道 基督徒是起来反胖的 而不是说 你们怎么做都行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在这里 呼吁你一定要来参加 4月6号晚上6点钟 在Chino的学区 举行的这一次校董会的会议 那时间地点 我再放到这个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大家可以去 呼吁你身边的朋友 家长 我们一起来 我们有很多人一起show up 让他们知道 这些人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摆弄的 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的孩子 怎么弄都可以的 这些人知道 是要起来反抗的 再加一个 OK 大家都知道这个 罗马书13章 第三节 就是不要害怕 让你害怕 让你胆怯的时候 让你与神敌对的时候 你就有义务要起来告诉他们说 我们只侍奉神 我们只敬畏神 There is only fear of the Lord 真的是给各位鼓励 让各位起来 不要去害怕 对 所以4月6号的晚上 我们在那里等你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你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什么想法呢 有什么看法呢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你想要讨论的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son 那我们就下次再加罗 拜拜